这个女孩居然发现了苦瓜的新吃法,变黄的苦瓜对半切开,里面是红通通的苦瓜子,男人半信半疑尝了一口,竟然意外的甘甜美味。 看着眼前笑容明媚的小指,阿犬的心中泛起了丝丝温温,不久后,她又在大雨倾盆的晚上,目睹了小指勇敢于前男友决裂的样子。 于是在第二天早上,她来还小指的盘子,并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作为鼓励,小指被突入下来的温暖,冲昏了头脑,可随即又听说阿犬在酒吧上班,回想起第一次见面,她纹身又抽烟的样子,小指不由得有鞋发出,在洗衣房碰到阿犬时也不敢多停留,刚准备离开,阿犬却递给她一杯茶,轻信的香味让小指瞬间放松下来,恋爱的齿轮似乎又开始了转动。 但相比于恋爱,更现实的问题摆在了小指面前,那就是存折里的钱所剩无几了。 小指来到了职业所,准备来领自己的失业保险。 在这里,她遇到了另一个来找工作的女人,听着工作人员对她的属于,小指不由得感同身受起来,于是在洗手间碰到她时,小指鼓足勇气和女人搭了话,两人就这样一见无故地聊了很久。 女人也表示很开心能和小指聊天,并希望两人去茶馆做作。 这是小指辞职以来,第一次交到真心朋友。 朋友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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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できちゃった! 请》 5句话 趴下